今天的世界以我的观察大为不同 无论是和平稳定还是繁荣发展 包括目前克服经济方面的困难 是各国的一个普遍的期盼和追求 中国尤为如此 我们从自己的根本利益出发 我感到中国既不会是任何形式的冷战的参与者 更不会是挑起者 所以我们为了中国人民的更美好的生活 我们追求的是和平而不是战争 任何形式的无论是冷的还是热的 我们倡导的是交流合作 而不是冲突对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